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雇居 拆或是不拆 他的次子李显阳 今天再向总理黄巡才喊话 说雇居的去留决定权 就在黄巡才的手中 呼吁他尽快做决定 李显阳今早7点在脸书发文重申 在李光耀的遗嘱中 李光耀希望他位于欧斯里路38号的雇居 在女儿李伟玲不在之后就立刻拆除 现在黄巡才是时候做决定了 而这也是黄巡才的责任 李显阳提醒黄巡才是部长委员会成员 从2016年到2018年之间 委员会花了许多时间考虑雇居的方案 李显阳提醒黄巡才如今有责任 也到了时间点必须做决定 新加坡国家文物局昨天宣布 将研究李光耀雇居的保留价值 并向政府提成建议 榜巡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